大家好,今天是4月4日,兒童節快樂 今天就我說過要你快樂,今天跟大家說 希望你快下車,不要再浪費時間在這裏磨 終於跌了,今天跌了下來,明天是假期 你開始怎樣去部署呢? 其實跟負戶節一樣 長線投資者其實你應該做一個對沖 如果你拿著一些大貨 你用期指對沖也好 你用其他對沖也好 你們自己去決定 看看國市 今天成交1090億 相對地有少些 第一天大家要注意一件事 明天香港假期 國內是連續兩天都有假期 美國仍然都有市 還有一件事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貿易戰繼續發酵 你看到中國有很多 很多關於貿易戰裏面 我又制裁你多少 我又多少收關稅 大家留意一下 對於市是很不穩定的 現在叫做很不穩定 我們先看看數據 你見到一會兒歐洲出CPI 這個CPI會不會影響著 歐洲會有機會加息呢? 這個我們就要去看的 如果他出得好 市場都會看他會有機會加息 或者是繼續縮表 或者會去講一些關於 對於歐洲的後市的言論 對於區人士 那個Ulo 會不會有機會加息 而令到他向上 這個是會有影響的 今晚有小飛龍 大家都清楚了 月頭第一個星期五 今天星期五 美國是有大飛龍 看看到時大飛龍是怎樣 小飛龍 黃金又再上升 我就是要等著你上升 你不要這樣縮 昨天最低落到1,329 縮了下去 我以為他又玩 你又瘋 明明星期一隔起了 你星期二又縮回去 是不是玩 現在上升 你看到有些避險的資金走進去 我們都是那一句 仍然都是Buy on Deep 我希望他破1,362元 破了上面就好了 可以飛天 黃金 你部署一些黃金 做一些對沖 我覺得沒有問題 可以這樣做 至於看一隻銀 你可以看到現在隻銀 叫做 叫上升 不過都是沒有用 不要說沒有什麼用 他都是WING 你看到他上又不是下又不是 他又爆不了頂 又上不了底 現在金帶他上去 看看會不會偷步上去 但很難做 我們眼睛很難做 真的很難做 不做了 選其他東西做 你看到油價 他再進一步跌穿 在技術走勢上 你可能會有機會 又來試61.15 這個就是18天的moving average 技術上面 跟我說的一樣 早前在早一個星期 他很大機會走一個大型WING 他會走下去 壓到61.7 61.15 60元 跟著58元 又是做一個大循環 現在我們要sell on top 但是top已經過了 去到這些位置 很難去設定 如果在短線來說 暫時來說 我希望搜到 希望捉近63元的水平去沽 找個高點位來沽 因為你要防守 至少要守十天線 64.48元 現在 4.77元 你起碼要守這些線 他有權 一聲上去 跟著回來 你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所以你的防守力 一定要放到這裏 OK 油價就是這樣 暫時來說 今晚都有油價的報告 看看他會不會有機會 進一步推低 現在你見到 市場都非常敏感 少少消息都會令到市場 很波動 我們先去看看DX 先和大家看看DX 你見到美匯指數 暫時來說都算是反覆 仍然站在這裏 今個星期有大飛龍 大飛龍 會不會出現一些數據 而令到美匯上去 或者下去呢 今個星期尾才算 你現在見到的 currency 都是因為避險 你見到的 dollar yen EURO一會兒 有 figure 我們去看 未講之前 我們去留意一下一件事 剛剛出現的 我們見到人民幣開始抽了上來 會不會是因為貿易戰的影響 而中國做了一些措施 而令到人民幣貶值 現在就是 美金向上人民幣跌 今天顯著大 今天這一棍沒有跟過美金 可能是主動方式去令到人民幣向下跌 你做貿易戰 你抽關稅 我減人民幣 很簡單 這個就是 你看到會有機會是一個對策 會有機會的 看到的人民幣 美金對人民幣是升了上去 現在我們暫時來看 看到這件事 然後再跟大家去看看港股 你見到港股 不是的 要講currence 還未講currence 先跟大家看看currence currence 最主要當然 你見到市場這麼波動 我教過大家 我們是需要看看一些 叫做避險的工具 你看到多拉英又跌下來了 最高上到106.68 現在正在做106.16 跌下這些位置 但是我認為不夠深 它需要跌穿深一點 在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二 星期一 星期一 我們放假 我們有放假的 它有市 美國時段 美股跌了下去 它曾經跌過105.66 跌過這些位置 我希望在現在短時間之內 再跌多一次 不要再停在這些位置 它有機會再進一步向下 這個就是多拉英現在的看法 至於EURO 會不會受到美金影響 等一下一會 看看CPI 會不會令市場對於EURO 會上升 但是技術走勢上 暫時還未得住 我們要它再彈高一點 起碼要彈到上去1,2,3 50樓上 站穩才行 但是怎樣說都好 它是一個WingTree 暫時來說 我們都見到是一個WingTree 最後 和大家看一隻磅 暫時來說 磅都是叫做 反覆 反覆下穩 你不可以說它會跌 跌了三棍之後 現在仍然都是橫行 看看它的數據 它整體上 經濟數據都表現是好的 現在市場都會看 它會不會有機會 跟隨著加息 看看它是甚麼水平 因為市場是在炒預期 如果它加了息 反而英鎊會有機會不跌 一直都在炒加息 英鎊會繼續炒上去 分別就是這 我們去看看 對於貿易戰的貨幣 澳洲 受關連 你可以見到一個出口的國家 0.67665又跌下來 最高777 上不到 技術上 我們看到它的樣子 連續四個星期 都繼續跌下去 都還未沉到底 不要買 不要買 Dollar Can 不是Dollar Can 這個是Kiwi Kiwi也是 Kiwi比澳洲還好 仍然都是保持著 現在看到沽沽沃斯Kiwi 有人做 不用看 澳洲按下去 Kiwi抽了上去 你看到沃斯Kiwi開始向下 有人沽沃澳洲 在買Kiwi 沽澳洲買Kiwi 應該是有息收的 在收息 避緊一些 都會避緊險 會有機會走下來 你看到它一直都在墜下去 Kiwi比澳洲好看 看看Dollar Can 我們目前來說 Dollar Can 會受到油價影響 油價開始跌下去 會不會令到Dollar Can 抽上去 技術上 現在暫時是頂住了 頂住了 在12775最低 暫時是頂住了 不過走勢上 都是偏遠 因為可能是美金 可能是美金有關係 我們再給多一點時間觀察 有短盤的就繼續保持 沒有短盤的就不要搞它 大把東西給你搞 多一點都還好搞 不論到搞它 好了 回去看看股市 股市大家有看節目 或者昨天有看《樹不簡單》 應該非常清楚 現在目前來說 我也解釋過很多次 港股危險的地方是甚麼 一直以來我們有這條藍色線 就是由2016年 2016年尾 其實過去17年那隻萬牛 就是這條線托住了 其實我有講過 其實它上星期已經穿了 只不過是未觸碰線 昨天做了一個反彈 你會見到 打排球都要升一升 昨天就是升 就是彈散 正所謂彈散 急而快 昨天在低位開了29927 一次過抽上差不多303 今天跌了 直接在低落收市 差不多295 來到這個位置 應該怎樣做呢 技術上面 應該是上不回這個區間 我們維持了在這裡 想它穿很久了 它終於穿了 想它收低於這個Wing True 收低於2952 結果它不止收低 它直接一次過插下去 通常今天做交易的時候 我帶著戰鬥員 我推他們上車 我說不能不沽 不能不沽 穿了就要沽 結果下午 最後那段時間 落到295個現貨 期貨落到29405 你想一下 落到293 想一下不上車 會是怎樣 錯了這幾百點 現在技術上 是不能上去的 而下一步 我們會看 會不會有機會試 291 29 多數都有機會 甚至乎 我們目標200天線 在296 現在296 再進一步 我們會去到281 其實已經成了一個型 我們看回大勢 連續跌了兩個星期 三個星期 一個大勢 港股開始墜落 可能現在仍然是起步的 昨天有哪位粉絲 說走了NPF 你現在想一下 究竟有沒有走錯 現在想一下 你看到 我們是在說趨勢 我們是要做趨勢 市場的趨勢 現在就跌下去 看看它什麼時候到291 明天放假 大家小心一點 雖然收了市 但你自己計算一下對沖 市場會有機會 進一步下滑 看看 和大家看看股票 先回答你們的問題 一邊回答問題 一邊看股票 700 我們看到700 是南非底 無敵底 鑽石底 不知道什麼底 400元 400元 看看去到哪裏 這裏就準確一點 技術上是差的 技術上是差的 今天跌到下去 差不多最低做到397.6 去到最後397.6 整個形態都是弱的 那就穿了398 2月9日 暫時來說 如果有貨的 我覺得可以做對沖 如果細數的 好像Kristina那些 你還拿著 既然360元 你都捱過了 你怕什麼 沒有什麼 加碼不要加 不要加 等它跌完 整把劍跌下來 整把刀在上面插下來 你怎樣買 沒有得買 看看它跌多少 不過現在的勢 可能只不過是起步 答案問題 Jerky問 因什麼事天天跌 真的不知道 因什麼事天天跌 我可以這樣說 如果有人問我 我只會說多人沽 沒有人買 看技術手勢上面 你見到5號仔 有機會進一步下跌 而我們見到第一個支持位 因為之前73.6 都頂不到之後 我們會看到下一步 已經是70.06 這裏是250 會有機會走到這些水平 大家小心點 不要撈著 現在的線明顯是最緊 看看2007 碧桂園 可否守得穩 今天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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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藥呢 看看你們能不能找到 一些比較好的股票 你看到碧桂園 墜了下來 暫時來說 還可以說 守得在15.29 都還可以守住 但是勢就一般 如果再下一步 我們會相信 會去到這條100天線 14.68才會出現一個支持 一般 743的走勢 743 我們去看看743 現在743 這支棍是否真的那麼差 如果真的那麼差 就頑皮 這支就是正所謂眾所周知 我們上課的學生 或者其他人說 這些叫鼻雷針 在上面做一支針出來 確認了會有機會 3.68在頂上出現了 下一步你要扭轉它 爬穿368 下一棍一開黑向下 就會形成一支黃昏之星 黃昏之星是一個組合 一支洋竹 一個垂頭 一支陰竹 如果出了一支陰竹 就確認了 整個勢就已經叫完結 你問我差不差 當然是差 好了 中國公佈對大斗汽車 這個就是會有機會 對於大市 為何在下午急速向下的原因 貿易戰我都說 沒有那麼快完結 如果大家沒有記錯 或者有資料顯示 查看很容易 喬治布殊 小布殊 曾經試過貿易戰 當時的港股是跌得很厲害的 到時看了 1093 又是稅很多下午逆轉了 你看到其實不應該逆轉 如果你現在還有貨 如果要搜 搜十天線好了 二十一個半 甚至乎 你說不是 我都還想看它的 你要給多些出來 周線不可以扭 二十個零七 不可以扭 繼續去看 二十七七 七十一這麼高位 還要重貨 很高 七十一塊 二十七 二十七 雖然今天整個周線下跌了下來 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一路都可以搜到 在五十天線 六十八個一 你現在就看 它可否仍然都搜到 在六十八個一 但我不會叫你去追 既然你拿了那麼久 七十一塊 你就看清楚 可否搜到在五十天線 假如搜不到五十天線 你應該要避一避 看看會不會有低位 再補貨 中間你可能偷到幾塊出來 現在擺明 五十天線 六十八個一 是不能夠穿的 現在就是二十七的走勢 你說它是否很差 不算 但現在暫時 整體的大市是弱 對於它來說 是有一定壓力的 一定是有壓力的 看看三三八三 所以聯名 可以上回十六元 三三八三 暫時來說 那個範圍就一般 我們先看清楚 那個範圍就弱 三三八三 技術層面上都是弱的 現在你說是否沒有機會 下回十六元 又不可以 雖然樣子是壞 你要看十天線 十五個一條四 可否做到一個支持 二十天線 你看完二十天線 十五個一條四 可否做到一個支持 做到一個支持 會比較好些 暫時來說 樣子一般 但不至於大跌 未開始大跌 我這樣看 現在暫時是這樣 David再問一下角子 我和你開角子來看 角子仍然都是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節目 或有看我的分析 我今天在明報 在明報有講角子 不是明報 是東網 大家去找東網 股會攻略 下午十二點幾出 我有講角子 角子基本上 我們仍然都是看偏淡的 下一步 進一步下跌一定是試 一零一一六的七十九 同一個時間 二月九日做的低位 甚至乎 去到二百天線 一一六這個水平 才會做到支持 暫時來說 仍然都是向下的 仍然都是偏淡的 看看三八八 三八八 真是弱的 今早曾幾何時 彈過上去 最高做到二百五十七個六 接著下午就即刻逆轉 在走勢上 不能上去 仍然有機會 下一步 就會去到二百四十元 可能去到二百三十七元 在現在圖表上顯示到 是有機會去到二百三十七元 我有畫過條線給大家看 在周線以前畫過 你會找到條 support line 大概現在我們可以數到 都應該要落到二百三十七至二百三十五這個水平 技術上 仍然都是偏淡 又是不能買的 Changman 問問我四號仔 四號仔是沒有圖看的 你可以看到它 看不到的 在圖上面看不到的 它仍然都是橫行 反覆橫行 上又上不到 下又下不到 維持住在這個水位 四號仔 你買了就收一下息 那二六零七可以到 二六零七可以到多少錢 二六零七可以到多少錢 二六零七租做蚊 二十五元 看看 二六零七 看看可不可以到二十五元 這支棍這麼厲害 這支棍 其實這樣說 現在 都仍然 你都還可以看著 仍然都還可以好 但是你說 可不可以進一步向上 我們要看看大市對它的影響 總之它也算是升得多 如果它出現任何一個醫育 即是明天後市一開出來開低了 我覺得就沒有機會 它就會開始做回吐了 那你說 Jennifer 你問恆生指數 是否太遲 我經常都和你們說二九百五十二 不能穿 現在當然是遲 虧了很多 現在 你的問題就是 你永遠都是 看到現在是上不回二九百五十二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開二九七 開二九六 你都是減二九百五十二 這個就是你的止蝕成本 你現在開都可以 現在開 下面我們看二九一 甚至更加低 不過你預了二九百五十二 和你二九四 這個距離這個止蝕 你要知道的止蝕才可以開盤 那入場你要做多少才可以 即是成本要有多少 看看九一四 九號九一四 又是縮下來 今天上午有人問的 有些學生都問我 我給他四十四個二做止蝕 今天最低是四十四元 暫時來說 這幅圖不靚了 轉了差 九一四暫時不靚 看看如果下一次再開一支陰燭的話 就叫做差 看看三三二三 三三三 這段時間經常都很厲害 一直都保持很厲害 今天都做完高位 走下來 再開一支陰燭就不行 今天可以告訴你 它可以消化了前面的升勢 開始做整固 未大跌 但是升勢就會減弱 看看它會不會 做到整固完之後 下一步再上 這支棍又是差的 又是做得差 看看一五一五 一五好 這隻企圖在這裏 是甚麼來的 認識一下 讓鳳凰醫療通常 現在做得好的 全部都是醫療 你可以看到它保持著 但上升動力不足夠 再加上 上升空間也不足夠 你可以看到 上面的高位 10.03都會受到阻力 暫時來說 它可能會守得住 但是可不可以進一步向上 這個要看大市 和醫藥股 是否可以進一步向上 上面阻力又重重 阻力重重 上網空間不太多 你說去跌 暫時說不到 1177 昨天都有看過 都OK 又是這樣 為甚麼這隻股票下午 都真的轉了 全部變面 你看到 都是那一句 它縮下來 那是否一定是差 因為大市跌下來 它可以做一個逆轉 不奇怪 但是是否進一步向下 要看下一棍 暫時來說 都叫做守到 我猜 我現在都看 昨天都和大家說 你要守這個 14.58 守得住 仍然都保持到 它都還可以繼續向上 守不到14.58 我們就會有機會去到 13.5 就會有機會去到 這個水平 暫時來說 短線是差 但會不會有機會上去 1088 我們看看 1088 有沒有好 今天沒有看過 1088 也是差 仍然是彈不起 你見到走勢上面 仍然是偏遠 彈不起 整體上 都是差 好了 去一下Facebook 好嗎 去Facebook 問一下 紅中午收盤前走了 請問是否再有機會 我這個 是不是可以再高 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是 你有紅都賺了 中午前走了 其實我都有些 失了我的預期 我沒有想過下午可以下跌 那麼多 我開頭以為今個星期 都還能守到2952 要等星期五才會下跌 結果下午就禮手去出 你跌平仓 我也覺得完全不出奇 平了仓 那你就看 看看有沒有機會 在星期一 不應該是星期一 放假之前 回來 挖近298 52 挖上298 或者可能296 這些水平 你再沽過 不是沒有機會的 可能還有機會的 當然 你不是見完291 再上回296 那時候的勢又不同 未見291之前 有機會296 其實你都不怕沽 仍然都會有機會 暫時上不到去的 我們看看 Amber Amber 1548 6068 看看 1548 1548 都一般的 雖然它保持著升勢 但是它上得不夠高 上不到27元 我們需要它站在27元上面 才可以繼續向上 暫時叫反覆靠穩 但是你說 說到它可以繼續向上 我覺得有點困難 6068 6068 6068 這個樣子就差 日線圖會有機會進一步下跌 今天最高做到5.7元 都打不起 你見到 平均線都壓著它 20天線開始向下 10天線都會繼續走下來 看走勢上面 可能還要橫行一會 都會跌 不漂亮的 幅圖完全不漂亮 看看Mark Tran 1233和3993 看看1233 1233 今天又是做得不好的 這幅圖就不像一個強力的勢 不像一個強力的 它會有機會又走下來 但是可能 暫時來說 它會在10.5元 在這裏大型Wing 看看可不可以 會是好像早前幾個星期 一個星期升跌 升跌 回到原地踏步 去到10個 這裏最低數到10.5元 最高在12.8元 其實過去幾個星期 都沒有離開過 在3月12日的一個星期 那支棍裡 短線來說是受壓的 會有機會向下 你看看自己可不可以偷到位 跟著 這麼快跳了 剛才人家都未回答 剛才3993 好 先回答3993 3993 都不漂亮了 最緊下去 暫時是差的 看看先 還有時間 Sandy 你問1548答了 2007都答了 我們看看2186 2186 看看是否靚仔 這麼漂亮 是否又是藥 藥 藥業是非常之厲害的 綠業製藥 2186 保持到勢 他仍然是靚仔 繼續保持 在這麼差的情況 他仍然保持到 你看一柱擎天 仍然都保持著 只不過可能會因為大市減弱 而令到他的趨勢減慢 升勢減慢 可能他會出現一些叫做橫行 然後才再上 未是可以一口氣再上 但是這些未能趕走你的 趕不走你的 會繼續 我說過要你快樂 沒錯 今天買花生看好戲 有什麼好戲禮 好了 回答Cristina 939 今天有兩隻 第一隻939 看看穿了沒有 今天我在明報做的 大家去找一下 明報boosher買新擊 你會見到939 我也是這樣看 我可以告訴你 越來越收越窄 昨天都和大家說過 他其實一直都頂住了 頂什麼鬼 看是穿鬼買 7.9 頂不了 你看到早前7.96 7.97 今天頂住7.98 8頂不了之後 落到7.89 亦都是低過 看走勢上面 他會有機會回到7.73 18T Moving Average 第一步 這個是第一步 我可以回答你的 好了 這個和你們入戲肉 為什麼你們沒有人問2318 是否很失望 2318 當然不失望 我有說過給你聽 如果大家有看我 昨天樹筆簡單的節目 我畫了頭肩頂給你 自己幻想一下 這裡再畫 再畫多次 我這幅圖已經畫了 470多萬次 再來多次 給大家在這裡畫的第一次 這個就是現在看到的 我們會看到的頭肩頂 如果成立這個頭肩頂 完成這個波幅 很嚴重 2318是會跌低過60元 但我們不要想太多 只是看著現在的項線 短線來說 是不能夠上去的項線 現在的項線差不多是82元 其實今天跌得不多 它跌得不多 它會有機會慢慢跌下去 技術上是不能上項線的 上不了項線的情況之下 我們希望會有機會繼續跌下去 那誰說什麼 被SIR迫上車 是啊 我經常都迫你上車 那你不能不上車 今天市場是擺到沒有跌下去 只不過這個跌幅 是我的預期之外的 說真的 但很多時候市場就是這樣 你不肯上車 不肯有100點 不肯有100點 市場就是這樣 我經常都教大家 應該用駐馬來控制 喂 你做10萬不肯 就5萬 5萬不肯 就3萬 3萬不肯就1萬 明不明 上車是重要的 那你保持著走勢 哇 這隻這麼厲害 1099 我們看到1099 仍然保持著一個不錯的走勢 最後這隻 因為時間夠了 國約控股保持著 不是 今天做了差 原來那幅台是錯的 今天開45元 最高45.6.5 最低42.1 技術上面是一般的 看看下一棍 如果開不到一枝羊竹 就差了 立刻要走 整個勢就會出現一個大調整 OK 好了 跟大家說了 以上股票 先說了 以上股票我沒有持有 大家小心點 市場 A股是停兩天的 貿易戰會不會繼續發酵呢 令到美股向下 我們就持續低 就會繼續向下走 你們要保持紅仔 看看星期五 會不會有機會 給一個高一點的位 例如296 去到297 297 當然你想 記住29850至299 這個水平其實不容易上去的 我們看深一點的 OK 大家小心點 市場可能還是起步 還未入席 OK 那 拜拜